好 各位觀眾 我們期待您關心金華城安的最新進展 就在今天 檢方和聯證署是雙雙都有動作 其中聯證署的部分 在今天早上是約談了 包含一名被告 以及兩名證人 而其中一名被告 在下午的時候 已經移送到了台北計程署來進行復訓 目前還在訓問當中 再來 北檢的部分 在今天上午 也找來了三名新的證人 而這三名證人卻要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容積率 一個則是釐清金流的部分 首先我們講到金流的部分 早上 這個檢方是找來了林傳媒的董事長施威權 以及黃昌營造的董事長江澄金 還有前台北市的法務局長袁秀慧 首先我們要講到江澄金的部分 其實江澄金在過去就承接了非常多 台北市的公共建設的這些建築的案例 那過去的時候 其實包含的是捷運萬大縣 以及環南市場的改建等等 都可以看到黃昌建設的身影 而且這些總計高達144億 那過去就有非常多明代和立委質疑 這個黃昌建設到底是不是柯友友呢 顯示他們跟柯文哲的關係還不錯 所以說到底這個黃昌建設 有沒有捐贈這個政治獻金 來給柯文哲 目前檢方都還要持續的來釐清 再來則是容積率的部分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先台北市的法務局長袁秀慧 其實他過去在柯文哲競選台北市長的期間 就曾經為了MG149案 來為柯文哲進行辯護 隨後在2016年的時候 就受到蔡碧如的邀請來加入台北市政府 那在這個期間呢 其實他們有針對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 來到監察院來進行說明 所以說在這個容積率上升的這個過程中 袁秀慧肯定知道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說檢方這次呢 才會找來袁秀慧來針對這個容積率 進行說明 那在今天下午呢 還有另外一名證人 也就是前台北市的副秘書長 你的道案來進行訓問 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有這些消息 我們都會在現場 來持續為你做掌握